开跑一个星期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计划 目前只有将近8万名孩童接种低剂疫苗 似乎赶不上新一波疫情的传染速度 为了加快脚步 卫生部宣布全国1055所学校将会充当疫苗接种中心 方便当地和附近的学生施打疫苗 卫生部第一副部长拿督诺阿兹米今天发文告指出 这一批被鉴定为接种中心的学校 最迟下个星期一投入运作 而当局也会持续增加校园接种地点的数量 诺阿兹米说明 校方将会列出符合接种资格的学童名单 并交由每一所学校的医疗团队或私人诊所负责接种工作 他提醒所有的家长 尽快通过Messagecha手机应用程式 为子女进行疫苗登记 如果缺乏相关的设备 则由校方安排接种时间和地点 此外为了避免接种中心人潮拥挤 卫生部也限定每一名孩童 只能够由一名家长或监护人陪同前来 同时确保孩子在施打疫苗的前后 充分休息并且避免激烈运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